出現就是你們的一個圖表 所以看得出來我們這個班的同學 最多的大概就是入門 54% 54.5%這個入門 OK 再來是進階 所以大概 人數的話大概 還是以入門為主 所以如果你入門的話 可能要不要就是問一下旁邊的同學 或者稍微彼此互相協助一下 那如果有高階的好像有兩位同學 那你也可以稍微再幫忙一下 當著一個助教一下 OK好 那接下來的話 需要哪部分為主 這個入門解說好像幾乎都不需要 有兩個同學需要 OK 那最多的是這個 高階的 所以基本函數也許我們就帶一下 但是主要是這個 高階的 就是比較可能複雜度高一點點的 OK 那其他的話還有哪一些 像這個是第一個 絕大部分93.9% 那這個是基本的函數 大概一半 一半多一點 再來就是一個VBA的一個基本的介紹 制定函數部分 那這個難度就稍微高一些些 那越往下當然難度越高了 所以其他的話 大概有需求啦 但是需求可能沒那麼大 這個是 匯圖比較少 OK好 那為什麼來上這門課 第一名是業務需求 就是因為工作上剛好需要 那你想要可能 想要比人家早下班的話也許都需要學啦 OK 你不需要那麼忙碌的話 那自我成長 OK 那其他的話是OK 大概是這樣子 我們可以看到最後的結果 那再來的話我們回到我們剛剛的課程 就是剛剛提到有關那個 怎麼樣解決這件事情之前 其實方案很多啦 也許你可以插入函數裡面 但是沒有提到REPD加油的 或者是說呢 在插入函數裡面呢 也有一個叫什麼TEST函數 其實也可以辦到 那當然最快的方法當然一鍵完成啦 比如說這邊用旁邊做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叫門號 一個按鈕叫清除 那如果按下門號之後的話呢 當然最快的方法應該是這樣吧 我按下去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全部都已經填上去了 那一個清除按鈕就可以把它清掉 這個 這第一個 不過這個是VBA 難度比較高一些些 那第二個的話 當然你可以插入這個 文字之外 其實這邊有個使用者定義啦 它這邊有個叫手機函數有沒有 不過這個函數是不存在的 這個是自己寫出來的 那我剛剛我只是把雲端上面寫好的程式貼上 馬上可以WALK 所以以後如果說 你希望量身定做的話 那這個函數其實就是這樣 按確定 它會問你說電信業者是哪一個 區碼是哪一個 墨碼是哪一個 那你就填完之後按確定 答案就出來了 那底下填滿也可以 OK 這樣應該做事情會快很多啦 對不對 不然以前你要想 這公式怎麼下 那你如果每天都要做這件事情 你倒不如把它建成這樣的東西嘛 那以後你就 但是這個東西本來是不存在的 它本來是不在這個插入函數裡面 除非說你加了一個所謂的VBA 最下面這個使用者定義才會出現 否則你們等一下試試看 這個你們本來是沒有的 因為我有加了東西 那這個怎麼來的 也許後面我們再看 其實基本上就是這個東西 開發人員是從這邊而來的 但是這個預設是不會出現的 你要把它打開 那其實打開之後呢 等於有點像加了一個外掛吧 你就變了能力就 這個當然整個e-sale就脫胎換骨了 而且呢 你就晉升為開發人員了 OK 你本來是行政人員嘛 就應用人員 所以難度當然比較高啦 那當然我還是比較推薦用這樣的方式 可是有的時候其實 也許你的工作只是很簡單 那當然你就用簡單的方式完成 好 那我們這邊有提到rept加int 那怎麼解決 首先的話也許你可以先切到rept 這個函數如果你不熟的同學 你可以先練習啦 比如說呢 這邊有個問題就是rept加int函數 100顆心 100比紀錄加一顆心就對了 所以這個人的話 理論上你要給他一顆心 那以前做法 你傳統當然你就是啊 自己在這邊把這個心號 複製貼過來一顆 這兩顆 四顆 這沒有 可是問題齁 你要快一點的做 也許這裡當然人數很多的話 你就需要用一個函數叫rept 重複幾顆心的意思 那當然你可以優標放在c3 插入函數的時候 請你找到文字 特別叫文字 文字裡面archado 所以它是archado 你往下找rept 那在使用函數的時候 特別注意就是說 慢慢你要習慣喔 不是去死背他怎麼用 而是看懂什麼呢 他到底要跟你要什麼東西 有沒有 IP他跟你要兩個東西 有沒有這邊有一個逗點嘛 第一個 TES 理論上 顧名思義嘛 就是你要重複的那個字是什麼 那就是心號 後面逗點第二個是 number times 要重複幾次嘛 對不對齁 所以你給他對的數字 他就給你正確的結果 他是一個互動式的 你給他東西 他還給一個東西給你放哪裡呢 放c3 所以他是一個 有往返的感覺 就是說有去 又回 也就是這個東西是 以色列的幫你處理完 回到c3儲存格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我們來看一下tester 那tester就是這個好了 假設是c1裡面的東西 是一顆心 那因為等一下會向下填滿 所以請你按f4 把它鎖起來 這個鎖定有沒有 按f4齁 意思就是說呢 我們等一下會向下填滿 那向下填滿呢 他的列號會增加 1會變成2 2會變成3 這個是固定的 以色列裡面都會自動填滿 那我如果不想要自動增加的話 那請你把列號鎖起來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鎖列號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鎖這樣 c前的符號 列1就可以了 為什麼 因為我只有向下填滿嘛 除非你要向右填滿 那向右填滿是前面這個燃增加 c會變成d d會變成1 有沒有 所以其實我們只是向下填滿 所以只要鎖列就可以了 那重複幾次 你當然這邊不能自己打1啦 你要從這邊去判斷 那我是100筆 所以你必須什麼 除以100 回來的結果 各位可以看到 它會自動幫你顯示在這邊 有沒有 也就是重複1.58次 可是呢 這個地方沒有1.58啦 1.58應該是一顆心 再加一半的心吧 不過因為它不是這樣 它會自動幫你把小數點去掉了 只有一顆心 但是其實如果你比較標準的做法 應該是在上面1.58 直接把58給去掉 就是1啦 那這邊有牽涉到一個問題 如何把小數點無條件捨去掉 這邊有提示 INT 那也就是說你可以把INT 包在這個外面 所以一般的做法這樣 如果比較簡單的函數 直接在這個外面 點一下 INT 前刮弧 再一個後刮弧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邊1.58 點58就不見了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無條件捨去小數點 不是四捨五入 四捨五入 可能用另外一個函數 用RUN的函數之類的 那這邊如果無條件捨去的話 那你就是用INT函數 OK按確定之後的話 好 那你如果把它自動一下 也許把它放中間這樣看起來比較OK一點 然後向下填滿 OK完成了 那特別注意 因為我剛剛有把C1的前面加一個心 所以呢 它向下填滿 這個 這個錢的符號鎖住 所以下面還是C1 一直都是C1 但是如果你這個錢的符號沒鎖住的話 這個比較基本 這個應該是基本概念 你會發現 你向下填滿的話就會出錯 為什麼 因為它C1就變成C2 C2就變成C3 有沒有 OK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你就是把它鎖起來 那你又給它錢的符號鎖起來 鎖住了 它就固定了 OK 它用錢的符號來當一個鎖 鎖起來之後向下填滿 它就不會亂動 那一般當然書上也有可能是直接叫你C前面也鎖 不過C鎖沒意義啊 因為我們又沒有向右拉 所以如果你要向右拉 你就C前面要鎖一個 OK 那很多人我發現沒有這個概念 好像在書上講F4按下去 那到底為什麼是F4也搞不清楚 所以特別是藍跟列不一樣 其實只要鎖這個列就可以了 OK 那這個是REPD的重複幾個新號 配合那個綜合練習的話 是重複幾個零 OK 第一個 第二個是LEN 這邊有個LEN LEN函數各位應該不知道有沒有用過 其實這個長度意思是說 身分字號嘛 那我們如果要知道說這個 身分字號的長度是否正確的話 那你可以用文字一樣插入函數 裡面的文字 裡面有一個函數叫LEN 這裡 你就掃到它 那你可以看一下 其實我講過了 函數其實就看懂它到底要什麼 你給它對的東西 它就會給你對的結果 OK 但它要什麼呢 一個TES 表示說你給我文字吧 那我回來告訴你什麼 我回來告訴你總共有幾個字 字圓個數 OK 這邊都有告訴你答案 如果你不太清楚可以再看函數說明 這裡面有更詳細的說明 按確定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給它對的東西 10個馬 它回來就是10個 按確定 向下填滿 OK 有10有11 不過你會發現裡面有錯的 對不對 身分字號怎麼會有11 OK 那就有問題了 所以怎麼樣 你可以在旁邊再多一個欄位 也許是否正確 是或否 不過這裡就牽涉到那個邏輯判斷 邏輯判斷我們後面下一 等於是第二個章節 就是邏輯 不過也許你可以先 這個應該不太陌生的話 你可以自己再做邏輯 一幅嘛 這個常用嘛 按確定 是否正確 那你可以把這個東西 等於什麼 如果等於10的話 那表示是正確 你就打個yes好了 就打一個 反之的話呢 就打一個no OK 類似像這樣吧 那它是不是十個字 是 不是 那其實就是正確不正確 那你會發現 向下填滿 yes或no 就出來了 OK 所以這兩個不正確 那你可以做後續的處置 那再來有關文字的函數 這個都是蠻常用的 還有呢 非常 經常性的使用的就是這個 所謂的 這邊 身份字號 性別 那這個當然是延伸性的 主要是用到一個所謂的MID函數 這個 MID函數 那這個函數非常重要 如果你這個函數不會用的話 你很多工作 可能會處理起來 會KK的 有沒有 第二個字 我要取出來 然後呢 如果等於1的話 那就男生嘛 OK應該知道這基本規則 如果是2的話就女生 那可是我要怎麼樣把第二個字取出來 做判斷 當然你可以 如果你一次做不出來的話 沒關係你可以分兩次分三次 那我跟各位講 就是其實你不需要急著說一次做完 也許你可以分幾個幾個碼 第一個你可以先把第二個字抓出來 那你可以什麼 插入函數 裡面找到所謂的文字函數 那裡面的話你可以用這個 MID 它會有幾個參數 1就是你的文字 2就是你的什麼呢 STAR LUMBER 就是 就是從哪一個字開始算起 第三個是LUMBER 就是你要取得幾個字 OK 所以你就是填空 就是它 第幾個字 第二個字 所以輸入2 要幾個字 一個字 所以輸入1就可以了 OK填空題 按確定 我們來看喔 文字給它 第幾個字 第二個字 要幾個字 要一個字 就是那個 1或2 第一個字 那這個時候它回來給你什麼東西呢 它回來給你一個1 1有沒有看到 不過特別特別特別注意 請注意看喔 這個1 前後有沒有雙以後呢 它有分成文字的1跟數字的1喔 那文字的1不等於數字的1喔 兩個字不一樣的東西 你不能直接畫個等號 它如果前後有雙引號的話 那表示它是一個文字 那為什麼它是一個文字呢 因為它是從這個文字取出來的結果 所以是一個文字 OK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喔 1 然後往下填滿 OK 那你想說欸 不對啊 性別怎麼是1跟2嗎 那怎麼辦呢 可是我要看到如果是男或女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分兩階段來做 第一階段 先把你要的那個數字切出來 第二個階段請你怎麼樣 把這個公式喔 再剪下來 不包括等號 再怎麼樣 再插入一次邏輯判斷 所以你可以先用文字 再用邏輯 邏輯裡面呢 就把剛剛的公式怎麼樣 再貼回去啦 因為很多時候喔 那個公式非常的複雜 不可能一次做完的話 你可以分成好多次 漸漸漸漸的做出來喔 不可能說一次做完喔 那你怎麼辦呢 剪下來之後貼上 如果這個裡面的結果喔 等於什麼 等於1的話 那就是男生嘛 等於2的話呢 欸那就女生 不過呢 特別特別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打這樣子喔 對不行 有沒有 因為它是數字的1 不是文字的1 因為它回來是數字 文字 所以你就記得喔 把它加一個前後 雙引號 欸這樣才對喔 OK 你可以試試看喔 如果你沒有加這個喔 結果全部都是女生 為什麼 因為不可能發生那個狀況 那另外除了說 你可以在這邊加之外啦 你也可以還有一個方法 把前面的怎麼樣 轉 文字可以 它可以轉換成為數字 文字轉為數字 所以喔 這邊又另外一個函數啦 不過你可以找找看喔 裡面有一個函數 它可以把 就是 原來它裡面是放 文字的 幫你轉換成 數字 的一個函數喔 你們可以查查看 裡面有答案 你可以想想 可以試試看 那如果等於1的話呢 那就男 反字的話就是女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地方 輸入一個 如果是1的話那就男 反字的話就是女 OK 當然你可以另外一個邏輯 你可以 就是等於2的話 當然就是女 OK 這邊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 那答案就出來了 然後我是建議 其實你可以熟悉 在這裡面做 其實公式就在這裡啦 那有的時候 比較習慣這邊做答案 為什麼 因為它其實自動會幫你 產生這個公式嘛 所以我們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它會把那個性別幫我做完 那我向下填滿 檔案就出來了 那你可以分兩階段喔 特別是喔 其實你第一階段就是用MID嘛 剪下來 放在這邊 那其實甚至後面還有更複雜 可能第一階段做完 還有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還有做完 在第三 第四 第五耶 所以你看 那個公式喔 哇非常的長 一大串 那個絕對不可能一次做出來的 太複雜了嘛 沒有人說這麼厲害 只是說 因為有的時候你看到是結果 你看到那個結果就嚇到了 實際上它是分很多階段做的 但是它不會告訴你說我分很多階段做 它只是結果給你看 OK喔 所以這裡的話請各位續一下 我們剛剛主要就是練習三個練習 第一個REPT 第二個 長度 第三個性別 那請各位齁 試試看 那試完之後呢 請你利用同樣的方法 把綜合練習的這一題 試著做做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三個部分齁 先練習看看 如果可以的話 你就先想想看 那主要我們是 利用這幾個 其實REPT好像不算常用啦 但是以後不管啦 反正以後呢 如果你用到了 你即便少用沒有關係 記得就是看懂它怎麼用 OK喔 不是死背啦 你不用死背 這東西其實說真的 背那麼多在腦袋裡面 就會反而會更疲勞啦 為什麼你會疲勞 就是你記了很多 不應該記的東西 在腦袋裡 無法消化就會覺得很疲勞 所以記得 你要學的應該是學 怎麼去使用函數的那個規則啦 OK 試試看喔 那我剛剛特別強調 那個文字的1喔 跟數字的1 是不一樣的喔 OK這個很關鍵喔 很多人其實做錯喔 都不知道自己做錯的原因在哪裡 因為說真的啊 一般人不會特別去 去注意這個細節喔 OK 但是這個細節是 非常重要的關鍵 試試看喔 謝謝